《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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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修耳根元通的时候 就直接就从耳根元通修好了 因为我原来是最早的是 修的是断呼吸 断呼吸 你知道修耳根元通 它是透过我们六根的局限性 你现在不是耳朵有局限性吗 你地球在自转声音很响 你也听不到 是吧 就是说很低的文字 比如说蚂蚁在地上爬 很低的很高的声音都听不到 可能只能听一部分声音 那眼睛呢 只能看前边看不到后边 你六根都有局限性 而佛是没有局限性的 佛的六根是圆角 而我们的六根是三维的 就是只能看一些很有 就是 就是你 目前你看到这个 这个子住院 这个房间的所有景象 也是因为你在空心里 你有人力的夜里 所以有人力的视 借文觉知 比如说你看见这个 这个是白色啊 这个是水啊 这个是三维的 这都是人力的 借文觉知 才这样定义的 这是三维的角 因为天人看 或者是一只猫具看 这个视角 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饿鬼到众生 看这块是没有水的 也没有食物的 因为他的业力 就所有的看见 这都是石头 或者这是羊液 因为他饥渴了 他因为吃不到 喝不到东西 因为是饿鬼的业力导致 就算他站在这 他都看不到桌上的食物 就是看这个桌上 全是一些 他看我们看水 我们是渴了就可以喝 他口渴 但是呢 他看到水是羊液 就是就像我们夏天开车 看到那百妖马路上 有那种冒起那种羊液 而他看见水上去是空的 因为我们开车 不是那个百妖马路上那种 铺起来 老远看就像水一样的 但是过去以后就是虚幻的 那是因为 其实所有空性就在这里啊 佛学如来 这就是佛学的空性啊 我们每个人的本来面目 就是无处不在的空性啊 我们不是任何一个像 只是因为现在 你在这个空性里 在发现 因为你有人力的世界门觉知 就是人力的局限性 所以发现了这个三维时空 我们有三维时空 我们有共验 所以我们同时 我们俩同时发现了这个 同时定义 这个是银色的 白色的 这是扇子 同时有这些概念 那就像猫啊狗啊 他们有同样的定义 所以他们在看这个世界 也是不一样 那恶鬼就是有恶鬼道的定义 他们共同的业 所有的恶鬼看到这个世界 都是不一样 就是说每一道众生 同样处在目前 如果这块站在六道众生的话 这六道众生在这个地方 会发现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说是人力看见的是对呢 是恶鬼看见的是对呢 还是畜生的看见对哪个都不对 这就叫缘起性空 就是说一切是佛说的 一切是毕竟空的 就是毕竟空是说 你每一个道众生都没看清实相 每一道众生都是根据自己的见闻 觉得局限性 发现了很有局限性的东西 这都不叫真理 真理是如果你是佛的话 你会根据不同众生 你跟人力说话的时候 你就说人话 你就说这是白的 这是他说这个是 这就是金刚经如果你看到说 是杯子非杯子这种这种话 就是说他是杯子 但是站在如来的角度 站在六道众生的角度 他也不是杯子 只是明杯子 是水非水明水 这就是金刚经的那种 不断的这种句式 因为只能这样表达 没办法 因为对人力来说这是水 对恶鬼来说这是阳烟 但到底这个杯子里有水还是阳烟 你无法定论吗 是吧 看你有谁的业 看你是恶鬼的业里熟了 还是人力的业里熟了 所以我们是无形无下的 如果我们今天恶鬼的业里熟 那你看过去就是没水 水放在这你喝不上 食物放在这你吃不上 你过去一看石头 石头是咬不动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所以说叫假象 所以说假是因为 你不同道众生看到了 就是我们没看到生命的真相 生命真相必须站在如来的境界 同时知道六道众生执着 就是我知道 人力的业力 人力的执着 贪嗔吃卖 也人力的局限性 所以 我坐在跟人力说话的时候 那么我就说人话 然后呢解释人力的 时空的境界 通过人力的时空来度众生 就是说 说一些风 那在二北道可能就 以石头啊 以羊叶这些来去 跟他焦虑 通过说你要消夜啊 你的业力消了 这个石头会变出食物的等等 这样这个代料 因为每一道都是都看到 所以我们要是 你要圆通 圆通是什么呢 圆满通达 就像如来一样 你知道 你今天看见这个水 看见这个面包 也不是定向 在法界不是定向 只是因为你是人力 所以你看见的是这些 如果你今天不是人力 你是看不见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叫无声 本来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 这是佛学就是 但这个大家就很了 因为我们是人力 我说怎么会不存在 这个东西不是我发现的 这两个东西是 是刚才那个时讯做出来的 是吧 这叫人力的执着 因为我们只看 很有局限性的 就是 也就是今天晚上 这一个小时或者 我们不是站在法性的角度 法界来去看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先不解释 那么你现在修圆通的话 就要突破这个六根的局限性 圆满通达 达到如来的境界 那么首先它需要一个 比如耳朵圆通 你需要修耳根圆通 首先要你破的是 对声音动静的分别 比如说所有的声音 包括我说话 所有的声音都是动向 嗯 因为所有的声音统成 就是你看手机 我说所有的声音 不管是来电鞋子 还是什么都叫动音 是吧 如果是没有声音叫静音 是吧 所以所有的声音 包含着动 动音跟静音 是吧 没有声音就叫静 静音也是 就是没有声音的状态 就是 就是这两个声音 你要你要 平时我们 比如说坐在这 你比如修耳根圆通 你坐在这的 静下心了 以前你修过观呼吸 那么 其实观呼吸呢 是让你没有那么多杂念 你可以修 因为窒息 因为你的 呃 坐在这儿妄想很多嘛 现在因为 你把意念 住在呼吸上了 就是观察自己呼吸 那么你这样 以念代外念 你就是想着呼吸 你就不乱想了 嗯 那么现在你 你通过侨性 你慢慢傾下来 哎 身体很清静了 那好 你又开始转入耳根圆通 是可以的 那耳根圆通呢 现在我们不是有声音吗 当我说 当我们 我们习惯 人力习惯是 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 比如外边 有一个钟声 或者有一个 汽车声滴滴 或者 有个钟声的时候 我们的耳朵 当这个声音传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说 咦 这个声音从哪来的 咦 怎么哪有种敲钟呢 或者这个是 这个是个汽车的声音 或者是这个汽车 是从哪过来 是不是怎么怎么 这叫拍圆 就是我们都会 听到这个声音 我们会一大堆想法出来 这叫 生起很多拍圆 这样呢 佛说我们的 就不会安住在本来的空性里面 因为佛说我们本来是空性的 在如来的 在政治界上 你现在不是这个六根 在修耳根圆通的时候 你不能说你就是这个肉体 现在要是福地 就是说 你只对声音 你完全你只是个念头 念头只对声音 就是说 你不会往出 这就是啊 我们平时 他这个声音叫 往出跑叫 去外崩溢 就是说 你的心跟着声音跑掉了 这叫攀越心 就是说 我们听到声音就跟着跑了 不管听到静音 听到静声音说 哎呀好清静啊 这也是跑了 因为你已经开始给这个静 这个动静 这个声音下定义了 说我好清静啊 好像好安静啊 没有说话的声音了 这也叫 已经跑了 你的心跟着声音跑了 或者是听到声音里 但慢慢慢慢 你不分别声音了 不管外边怎么想 你停下来 虽然你有本能的分别 比如我说话 你会马上听到 是一个女的在说 是吧 本能反应嘛 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 你有一个六根 你已经根深蒂固的认为 这个是个女 所以你一开始有本能的反应 但是这个已经很好了 你安住在本能的里边 不跟着 不断的去分别 不跟着 不断的跑 他在说啥啊 我听懂没听懂啊 他是在对我说嘛 不断的乱想 因为你在修缘通嘛 所以就不用 但现在你就要想啊 我跟你说话 你就要听懂啊 不用说马上缘通了 止住 所以就是在坐垫上的时候 就不会走 然后把这种停下来的状态 叫反文文字性 就是在佛学里边 其实佛学声音本来 因为这个怎么 因为对我们 我们是本来是空性的啊 是没有领外的 如果你是空性 是没有进出的 声音本来就没有进 没有出 没有入流啊 没有出流啊 我们不是听声音的时候 我们本来说出去了 但是这个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我 好 那么如果是我们 安住在这儿 停下来 不去分别声音的时候 把这个就是 安住在如如不动的状态 那把这个状态叫做 反文文字性 就是说 你等于是翻回来去 安住在字性里边 叫文字性 其实因为 也没有一个反回来 因为你本来是空的 有什么反回来出去的这个 只是说你停下来不动 就是就是反回来了 相对于你的跑出去 你就这样反文文字性 停下来去 如如不动 然后随着时间 你认为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六根 这叫六根啊 你这个六根根 跟你这个根深蒂固的 你认为这个物质的 也 心肝脾肺的 是很固体的 这个结实的 这个不可动的这个东西 有一天突然在你的意境里消失了 这叫然后消失以后相对于外境 因为六根跟六成 颜耳鼻血生意 跟色深香味出发 是同时生起的 根深会脱落下去 就是说 这边消失的时候 在你的意境里 没 其实这个 你这个六根 跟你今天看见这个面包是一样的 也是本身的 只是我们根深蒂固认为在这 根深蒂固认为面包在这 我们无法超越人力的局限性 你无法去体验一个出 恶鬼道的众生 看见阳夜的境界 你没有 你无法 所以你始终认为 你在这儿你在这儿 你这个肉体 但是有时候你坐在 随着你对生意的不分别 你的根深会脱落 就是说 你只有一个意念 这个身体的绝受啊 所有的一切会消失 消失掉 然后如果根脱落了 成像也会 就是说根深的 耳根跟沉静 就是说 你的耳根跟声音的沉静 连连会分开 这个时候 开始本能的分别会消失 就叫动静二相了然不深 就是说 动向跟静向 那个法相不深了 开始你只是不分别 动静二相 就不分别的时候 就是你不起行动念了 跟着它跑 但是本能的分别还在 就是说你还深法相 比如说我一说苹果 你会想到苹果的样子 我并没有拿来苹果 那叫文字相 你本能的法相还深出来 就是你头脑都有概念 有经验 有定义 有认知 那些东西不断的 会生出一些法相 随着这个根层的 黏黏的脱落 然后 这些法相就会消失 就是说动静二相 会不深 就是这个时候 第一步的耳根源头 就开始震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界限了 就是你会 瞬间占到空性 就可以达到明星界限 但是呢 当这一刻的时候 你就还是突破 人力出众的欲望 突破人力出众的 一些分别了 第二步进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声音不是听到的 因为你根层黏脸 分开了 你没有耳根根生成了 然后你会发现 声音是感觉到的 你会发现 你哪都在听声音 就像天人 就像天人 是心灵感应啊 天人不用说话的 我们坐在这儿 两个人心里想上都知道 那个声音是无声的 但是是新声啊 他也正度三千 三千时间 只是人力需要语言表达 那声音是感应过来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 这就是 都动静二相了 不深啊 这些文以所文静啊 正道然后绝于所绝空啊 再往下照照于所照可 它是根据你修正的整体 一成一成 最后到达圆满 生灭灭意 大涅槃进阶泄气 就是 它其实这个 你破了第一步 后边的就很顺利了 后面的修正就是 你已经上了第一季 第二季 后边随着你腿就迈上去 你只要坚持 只是刚开始比较难一些 就是最难的 就突破人力这种出众的 出众的对根格成的这种认知 这个时候 你就 一旦文以所文静的时候 你已经突破人力的局限性了 开始进入天道的局限 就是说 你要声音变成感觉的话 你也可能进入天人的等级了 进见了 它就是 然后慢慢到达圆通 无所不闻啊 圆通闻十方 观世音菩萨的 可以闻十方啊 没有什么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清净无染 因为根层脱落的 骂你的声音也像六支大明咒 当然说 六支大明咒也像世界一切音 就是一切声音过来 你只是听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不会害到你的心 你这个是清净无染的 所有的声音 它只是表达一个意思 因为你这边无心了 它就清净无染 你会这样所有的 就算是很骂你说 你是个垃圾 它只不过就像空骨灰 像放了个暴主 它不会 你这边不会起行动 你也说是它在骂我 我好伤心 你没有这种概念 这个都需要耳根约通 才能获得 外法的清净啊 一旦耳根清净圆满了 六根全部清净圆满 那你的眼根看过去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了 一切不染 一切清净 垃圾 它放不放光 不是说垃圾放光 那还是天人的这些 它就是不放光 灰溜溜的 你无染啊 你不染 你就活在空性里了 就这样行 对 先手做 先不跟着那个声音跑 就是不会分别了 就是说 小汽车声音 汽车去哪 是谁 还有我们坐在这 就完全以声音 以耳根来修 就是以声音的动静来修 但是静下来 也不要说 哎呀我静下来了 哎呀外边是静静的 不要这样起心动静 尽量的沉静下来 这样子 然后慢慢把六根 因为在空性里边 我们不是本来是佛吗 本来是佛 我们最初就是一念无明 同时升起了根层 六根跟六层同时升起 六根脱落的时候 但是根层是同源的 一起升起 没有六根也没有对筋嘛 但是有耳根才有深层嘛 这个将来很快叫冷眼睛 冷眼睛里边把耳根的形成 讲得很详细 我只是大概 因为这样讲很多了 大概告诉你怎么修 蝎就是提下心的分别 不分别它包括一个就是 第一是不跟着声音拍员 往处往处走 另外就连声音的定义也不像 一个定义都不给他说 静音还是动音 是汽车还是马车 还是空桥的声音 还是女人的声音 是男人的声音这样 但是你刚开始 你没有正德的时候 你本人都会反应 那反应了就拉回来 反应就拉回来 一旦说你反应了 用提心动念 那就停下来 提心就是这样 返布很长时间的需要 所以现在就是老是朋友 特别大的突破 你的时间不够 你才修了几天 你就要大的突破 你这个六根在你妈肚 还十月怀胎 你才根深蒂固的认为 你拿你 这是跟你吗 到最后圆通也不是说 这不是跟你 你在修暴生嘛 这个圆通以后 这个六根还是 你只不过是突破了 人力的障碍 人力障碍 你本能的分别也不会起 那个时候 那种定力 已经不是阿罗汉 或者是菩萨的 就说明登帝菩萨 都能无法比的话 已经进入空定了 也通过了 他里边完全无我 我之法之都破境 无所不知 测万法源 大致在境界 就成道了几个小块 只是在功德上 要再圆满一下 在每件事上 那个慈悲性的圆满 什么这些 再去历练一下就可以 其实蛮简单 只是去继续坚持 就是找到方法以后坚持 然后在见地上 第一地就透了 因为我们说空性 但是我们本性是如来空性 但是对空性的如来 还是个概念 我们不了解 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来是什么 你是如来 如来是什么 你解释不出来 如来在各个角度 你都不能 到甚至不可说 到最后 但是我们不断地 藉由对如来的了解 对空性的了解 然后通过 你必须通过一个方法 来去了解 如来的空性 这叫实证 这叫修证 所有的法门的设立 就是包括 他在修二个月头 他说入流王所 说反文文这些 这是反文也罢 出去也罢 入流也罢 出流也罢 其实都是根据人力的 你的心肯定往处跑 他才叫你反文 反文文个啥呢 你里面没东西 什么内外是 空性是没有内外的嘛 你也没有出流 其实没有 在本质上没有入流 跟出流 只是根据初学 因为刚开始 我们实在是太执着了 根据你初学 你总是往外跑 你不会听里边的 你不会听自信 你不会 所以叫出流啊 入流啊这些 就是不分别 不分别就是 当然你不分别 肯定不执着 你分别了 分别了 然后我们再拍原 然后再去用经验 去定义 那就执着了 那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怎么样 那就执着了 现在我们连分别 都不分别了 他是男是女 是高 是低 是美 是丑 是够是静 他是高 高音低音 他是什么样 都不再想了 那你还制作啥 你连定义都不下 你还制作啥 但是修耳根 虽然你在修声音 你耳根在修的时候 你的眼根 鼻根 蛇根 还有身体 都会反应 一根清静的时候 其他根都在清静 其实是一起的 虽然你在修耳根 但是你会发现 你眼睛也流泥 鼻子也流鼻涕 因为你有鼻炎 或者是眼根那边 全身都难受 它是六根一起进化的 因为他六根 因为你听的是分别心 而这个分别心 包含六根 是吧 所以为什么才一根解脱 其他六根全解 因为每一根都是因为 心分别才能 你的眼睛也是因为 心一分别才能看见 否则是人死了 有眼珠子怎么看不见 是吧 因为心不分别 耳朵也是 因为心分别才能听到声音 如果死人 如果是你说我们耳朵能听到 为什么死人耳朵又没坏 他也听不到 鼻子都是一样的 所以六根的作用 是因为心在分别 所以你一听分别心 六根全体全关 所以你要进化一根 其他都在进化 从眼根 其实修 就像平时我们在坐地上 以一根修 就是一个根修 但是在世俗 因为我们是在家人 世俗红尘中 你就六根全修 因为你在红尘中 你的睁开眼嘛 你看这些境界 你就不必静转 不必摄像转 这不是修眼根吗 而且你会知道 所有的摄像 不管是红的绿的 男的女的高的 瘦的美的丑的 都是统称一位光明 因为没有光 因为没有光 你啥也看不见嘛 摄像 所有的摄像 都跑在光明里 都涵盖在光明里 所以你的摄像 破的就两个 光明跟黑暗 你根本的分别破掉 没有光明 因为我们闭着眼神是黑暗 就是从眼睛上 但是说你在胸 红尘里边 如果你耳根老是跟着跑 老是跟着跑 耳根不停的 那说明你心收不住吗 还心圆异吗 那继续修子 也可以同时再修 关呼吸 心先往回修 就是说你的家心不够 就是走背不够 直接走耳根也是 心很散乱 因为你连子都不行 你还无分别 乱的一团着 那就先修子 就修家心 还有这个 如果是直接从六根 开始起修 其实是修暴神 如果是整 因为修到一定时候 他跟着一拖 神通都出来了 那么其实这个呢 这个师兄 师兄呢 就是身体会出一系列的变化 在间谛上要透 间谛上越透彻 那么在出现变化呢 自己就不会恐惧 觉得是不是出问题了 需要一段的时间 需要坚持 然后功夫也要用到成熟的时候 你才能达到 不是说我修三天就有收获 不是 继续吧 继续每天坚持 每天坚持 就可以了 方法对 然后借底透 然后无怨无悔 这事就可以了 方法上是不断的在摸索的 在修的过程中 不断的有迷失去 老师去指 走过的人去指点你 不断的你去开示 然后你走走走 说迷失了 再去指证一下 走走 这样不断的可能一段时间 你才能够选择 就游刃有余 在这个一个法门里 能够操控的游刃有余 比如说现在 您说我就是 你知道 其实蛮简单 你修哪个根 哪个根不外乎 就是不必进转嘛 就是个不分别 不定义 不被进转 所有的修来修去 不就修这些吗 统称不被进转修定 你不分别也是不定义啊 不随着攀岩跑啊 如如不动啊 绝而不动啊 始终就这些东西啊 只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觉得很迷惑 其实是做不到的原因 你说这个不动很难的哦 然后我们的心 总是在动乱动的哦 是吧 除非我们不呼吸 变成个死人 我们就不动了嘛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虽然达不到绝对意义上的不动 其实是 但是呢你感觉你不动了 这个就已经 这个水就开始澄清了 看生命的时效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毕竟是说人道嘛 你说我们真的是完全不动 这个不可能 就算阿罗海七柱麦奇住在那个灭禁定里边啊 就是 它是个幽极的境界 灭出一切法 一切法向 它那个境界里没有法向的 就好像回到了宇宙威生之前 好像中国的时候 轰动出开 没有法向的境界 但那个境界也是个 意识层面的定境啊 意识层面生出来的境界 它是个幻境嘛 它是个幽极的法层境界嘛 所以那个境界还是有对立的 二元对立的东西 所以它时间长了一动 因为缘续续 它那个境界就打破 就触定了 触定它还得重新来过 就没有绝对一少不动的东西 但是就是相对啊 相对你的往外就有个子 你的相对你的散乱好像停下来了 相对你的乱动好像不动了 就这样 先这样修 这样修真的是要成道的哦 你要真的是这样修 如果你只想明星见性的话 修观呼吸啊 或者什么有天 突然更成有一下脱落 就见空性了 这个蛮容易的 但是你要突破六根的圆 要腿圆痛 要局限性 它真的是要暴胜成就的 这个是成道者的修为 这个需要坚持好久 而且无怨无悔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 可能有时候需要闭关 有时候需要境遇 因为它能量要通过 把这些气脉啊脉络 全部要打开 需要进入 进化是第一步的 要吃素 要有局够时间的静坐 然后呢 深口意要清净 清净中正 中正就是说你的正身正义正严 这个人 哎 就是说我不撒谎 不不 就是说杀到淫望久 这些都要吃 最起码五戒要吃 然后你的气脉才能中正 这样呢 不分别的时候 这个耳根才能迅速的进化 然后打开 因为更成脱落的时候 那些气脉都是年龄的 它实修啊 这个这个气脉 我们已经 你知道我们多分别啊 哎 少少有句夸你 就得意得不行 少少骂你一句 这个声音还没骂你呢 你说口气不对 你都翻江倒海 然后嘴上还笑着 邪佛的都是 嘴上还笑着 我慈悲我宽容 然后心里边都扭成一麻花了 是吧 这些你知道巴尔格都染了吗 这个地方呢 气脉就是纠缠的 所以我们才没有天儿 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六神通啊 本来我们是有的 只不过现在 我们是父王怎么会没有呢 现在变成人类 就就 你看吧里边就像一团乱麻团的电线 在更成脱落的时候 这些电线要先 直接疏载开 然后全部打开 然后消失掉 气脉会消失掉 因为正有空性的 所以在打开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眼睛六根 却会出问题 就好像上火了 难受 但是只要你继续修 很快时间就突然也想 用散了那些东西 病 但是在如果这个时候 它需要很大的能量 就是你那不能外露 就是你的六根呢 就不能露湿 如入不动的坐在那儿 每天 晃晰呼吸的修 这个时候 包括性生活啊 你在家里嘛 性生活可能要有境遇啊 还要可能闭关啊 还要少吃啊 可能甚至还有些鼻鼓啊等等 都需要配合 才能迅速的突破 就是实证就是这样 嗯 但是如果见性 就很 就很只得不需要这样子 嗯 看你有没有想法 就说我就要圆通 我就要是实证的 我要神通俱足 法律无边的 那就要去 就是说 缺衡一下 红尘的很多事都要放下的 嗯 我现在不是 就说你要走 但你走到一半不走也可以 就是可惜嘛 嗯 但是 我们是大成道嘛 如果功德啊 或者什么足够的话呢 定如如不动 你都不用休止的 就功德微微的人 坐在那儿 本如太山 因为心里无愧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自信啊 都是我们不自信啊 自卑啊 都是自己功德不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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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